得甲第17轮的一场比赛展开争夺 拜仁在主场迎战霍芬海姆 拜仁本赛季在欧冠赛场表现很出色 六场小组赛五胜一瓶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强势晋级 淘汰赛抽到了拉奇奥运气不错 不过在得甲赛场 拜仁遭到了超级大黑马洛沃库森的阻击 只能排名第二 毫无疑问 对于拜仁来说 要想夺冠 勒沃库森是最大的竞争者 近三场比赛拜仁都赢了 这一次回到联赛 拥有主场优势的拜仁 面对的是得甲排名第七的霍芬海姆 结果拜仁3比0拿下比赛 本场比赛拜仁排出4231阵型 哈里比凯恩顶在最前面 托马斯比穆勒 穆西亚拉和萨内的进攻三叉级组合 连妹出击 基米西和格雷罗搭档双后腰 莱默尔与帕梅卡诺 德里赫特和戴维森四后卫首发出战 诺伊尔担任首发门将 科曼 舒波比莫廷和格雷茨卡 坐在替补席上 拜仁借助主场优势 率先取得进球 穆西亚拉在角度极小的情况下 把球打进 非常不容易 之后于帕梅卡诺 基米西和凯恩等人都有射门机会 就是没能把球打进扩大比分 半场结束 拜仁只领先一球 拜仁上半场控球率高达66% 但射门机会不是很多 七次射门 四次射政 进了一球 而霍芬海姆上半场只有五次射门 一次射政 没能进球 下半场拜仁依然有很好的机会 萨内虽然进球了 却因为阅位被吹掉 穆西亚拉的一脚远射击重力住 之后霍芬海姆短时间发起凶猛反扑 不断获得非常好的机会 拜尔的投球攻门被扑出 克拉玛里奇的单刀射门也被诺伊尔化解 拜仁的射门更是被衡量弹出 霍芬海姆连续错过三个好机会 真是难以置信 随后 拜仁再次抓住机会 由穆西亚拉再进一球 这立进球杀死了比赛悬念 之后普罗梅尔两黄变一红 被罚下 这让霍芬海姆雪上加霜 凯恩在最后时刻终于抓住机会完成进球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3比0 拜仁完胜 霍芬海姆 虽然拜仁3比0获胜 但是 比赛的过程并不容易 这场比赛也改变了争冠格局 拜仁只落后榜首的勒沃库森一分了 这意味着 只要勒沃库森丢分 拜仁就有反超的机会 对于图赫尔来说 执教拜仁这种豪门球队 目标就是联赛和欧冠的双冠王 拜仁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呢 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